那前面呢就是Callingford 那看看那几栋高楼 这就是Callingford或者站附近新盖的这些apartment 那有些已经入住了 有些还在盖 那看到火车站的标志了吗 这是Callingford的火车站 这两边呢都是老房子了 很多年了 那么Callingford的Callingford的shopping center呢 主要有两个 那一个叫Callingford Village 主要是华人的东西比较多 另外一个呢是Callingford Court 里面有Wordworth Calls等等的 那么我们先去Callingford Village看一下 那你看到前面的建筑就是Callingford Village 那这是一些商家的盘子 现在要拐入Callingford Village的停车场 它的停车场有室内有室外的 有的时候晚会人比较多 今天这个时候好像是人比较多的样子 先进到里面看一看 先进到里面看一看 看到一个位置 这是一个铁板烧日本的素菜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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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去Comfort Court 所以需要右转然后再左转 要不然过不去啊 那么前面的这条路呢 往左转去Comfort Court 往右转呢就去Iping了 这个是Callingford Road 那看左边全是这新盖的这些units 右转呢就去Callingford Court 先到他的一小时停车场逛一圈 这就是一小时停车场 那么你看呢 这边都写着front to curb only 但是很多车呢 却都是尾巴向curbside 我看也对 就是有的人是没注意到 根本就没注意到有这个要求 很多的时候人都不看后面的牌子的 就像有一天呢 我停的一个车位 那一个人出来告诉我 啊你听错了 这块是没有Zone 我一看牌子确实是 但是实际上当时真是专注于找停车位 谁还注意它这个是什么Zone 对不对吗 那这是Callingford Court 正两个差不多啊 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有个车位 我就停下来 对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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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以去上二楼 这块比较窄要小心一点 看来不少人是蹭肚子了 这是一块 这是二层停车站 右门的门呢 去刷子 接着转可以下去 可以选择上去 我选择再上一层 因为上一层啊 有个出口啊 可以直接去Pennett Hill Road 需要这么绕着上 所以它traffic要右转呢 那我要从这儿出去了 对面是个Temple Sydney Australia Temple 大大的教堂 OK了 那这也是Cullinford 你看左侧 Cullinford Village Cullinford Court 两个shopping的 这是去Permata的路 那这块的地址还比较高的 一会你可以看到啊 从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细腻的西部 甚至阑山 都是看得到的 那你看 包括Permata的高楼 都可以看得到 是不是 阑山 等等等等 地址真的比较高 这块地址也比较高 可以看到联游场啊 等等是西部的行客